全球華人都很開心的 尤其替中國隊 因為他創造了人類歷史而開心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打趴了美國 尤其打趴了菲尔普斯 我個人是蠻開心的 為什麼呢 這個中國隊 你可以看到男子 4乘100公尺當中 這個接力賽 中國大陸擊敗了美國 法國 這些歐美的強隊 勇奪金牌 那這是本屆當中的第二季 成績非常好 52秒 勳駭洋 青駭洋 這些重點是 潘展樂是45.92秒 打破了世界紀錄 這世界紀錄還是他自己創造的 然後呢 這真的是從1984年 洛杉磯奧運到現在 美國隊一波10連貫 中國大陸游泳隊 打破美國40年壟斷了 潘展樂說冠軍是我們的 不滿意的應該是別人 他的隊友徐家宇就說 我們相信下一局 依舊還是話沒有說死 但是呢 潘展樂說 我們低調點啦 下屆再贏他們就行了 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然後他當天還生日 那真的是過了20歲的生日 但是你可以看到呢 菲爾普斯他很嗆 他說什麼呢 他說啊 我們泳池是最乾淨的 只要我們願意的話 你們中國人一塊金牌都沒有 我覺得這個我非常非常高興 因為你剛剛那個介紹當中 其實除了游泳的速度破紀錄以外 第一個的話呢 他打破了人種上的紀錄 然後第二個打破了我們信念上的一個傳統 還有第三個的話呢 他打破我們認為這個 長期來講一直認為說英雄應該出少年了 我首先講到人種的紀錄 在我那個成長的年代當中 確實是我們距離那個東亞病夫的村位 這個隔得不遠了 所以我到了初中的時候看到那個電影 李小龍演的那個金舞門的 還有那個在那個公園上啪一下子 把那個東亞病夫那個牌位給踢爛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說是覺得非常一血國齒 但是事實上卻是人家看不起我們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話呢 這個人種上來講 中國人一樣可以就是說打破這種 打破這種限制吧 然後第二點的話呢 我必須要強調這個游泳池當中 奧運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兩項 一個就是男子的自由式的100公尺 另外一個就是四項合起來混合四式 就是碟式 挖式 養式 還有再加上自由式合起來 這兩樣的話呢是其實講解 尤其是男子的特別重要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但是我感覺到潘展樂的表現 這非常非常的重要一點 就是說他每一次 因為我今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情 眼睛都還碎眼心臓就在看 就是說他自己的第三棒 接下來跳下去的時候 他本來是落後0.75秒 逆轉 如果逆轉的話算起來 因為其實的話合起來 他自己要能夠追上兩秒 在那個水池當中要追上兩秒 開玩笑 很不容易的 對不對 一秒都不容易了 另外第三點的話 英雄出少年 他們這些00後人講話 就非常真純 你知道沒有那種老陳持重 沒有那種老氣橫秋的那種感覺 他們就是基本上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我覺得潘展樂說 除了頭型是咱們中國人頭型以外 他的身材基本上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歐美人士的三角肌 八塊腹肌什麼 其實現在中國勇隊幾乎都長這個樣子 對啊 不是 因為你要達到那種強度的訓練 那菲爾普斯講的話 簡直是胡鬧到極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要強調 首先第一點的話 他應該恭喜人家打破這個紀錄 而不是強調說是 因為他講的話充滿了性別歧視 為什麼 如果說是這個法國人的話 來打破紀錄 他們就沒什麼話講 對啊 法國這次打破很多紀錄 對啊 法國這次的話 我們也是祝賀了 因為他本身來講就是主場嘛 對不對 然後另外他們都沒有表達意見 只有針對於中國游泳隊的話 來打破紀錄 他們有很多意見 而且還非常多 還講說如果我們要的話 你一塊都得不到 那你來要啊 你就是不要嘛 那講什麼呢 就是要不到 基本上就是歧視 然後另外的話 我覺得啦 事實上來講 大家應該也明白 那個菲爾普斯老的那個鬼樣子 對 你看他最近長這個樣子 對啊 我真的 我換句話說 我沒啥證據 我也不是科學方面的專業 但是我會覺得說 你講這種話 對不對 因為說這個潘南樂講話 非常直接 你有點看不起我 他的那個chalmers 你看不起我對不對 後來乖乖跟他就握手 就是年輕人彼此之間有事情 就面對面溝通嘛 你現在跟我來這套陰的 幹嘛呢 像男人一樣嘛 對啊 其實2012年的時候 我在倫敦奧運的時候 有採訪過菲爾普斯 他就非常的傲慢 這個是他的 當年他很厲害沒有錯啦 但是呢 他講這個話 中國人真的聽不下去 其實全世界都聽不下去 什麼叫做 只要我們願意你們一塊牌都沒有 只有美國人能拿牌嗎 只有 昂格爾薩克遜人能拿牌嗎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歧視 好 那不管怎麼樣 潘展樂他打破了世界紀錄 這紀錄 還是他先前創造的 8月1號在100公尺 自由式的決賽當中 他46.40的成績 打破了世界紀錄 他一雪前尺 看不起我們 我們今天都給他拿下來了 那菲爾普斯 他這個當時他的談話 就被說你也有歧視 他說從來沒有見過比賽當中 取得如此大的優勢46.4秒 聞所未聞 你是要暗示什麼 你是要說什麼呢 那這一次勞模 一定要給他點贊 是張宇菲 參加六個項目當中 得排率百分之百 他說接下來之後呢 我可能要找個男友 向大學旅行 這個是太多人追了 然後他也提到說 你們常常說我們什麼 要檢這些東西 為什麼當年沒有去質疑 菲爾普斯呢 跟萊德基 這是女王 這是當年美國對的 然後親害羊就說 我們常常早上六點 就被叫起來做檢查 然後說到反興奮劑的 這件事情呢 你看到反興奮劑組織呢 去突襲了這個 法國的這個勇隊 馬爾上 然後呢 他躲過要檢 因為他可以往外面住啦 可以有更好的品質啦 所以這會不會是雙標呢 國際奧會就說 中國大陸游泳隊 是巴黎奧會呢 接受興奮劑檢測最多的隊伍 1月到現在測了600多次 然後你看到這張圖表 你看印度的被篩檢出來 是3.2% 非常高 中國大陸被測了1萬9千多次 只有0.2% 你要說中國大陸會違規 這誰信 我必須要強調 這個1萬多次裡面的0.2的話 就是20個啦 對不對 這個是非常重要 不過張宇菲他回答了一句話 講得非常有道理 因為他說 為什麼你們針對我們中國得牌的時候 就這麼質疑不斷 然後你們自己的話 菲爾夫斯德華的得牌的時候 根本一點質疑之間沒有 只有讚美 為什麼 我跟你講張宇菲為什麼 我坦白講跟你講 種族歧視的確是存在的 你年紀很小了 你都不懂 在我這個年齡的人 我們基本上看到那種 長得金髮藍眼的那種 Anglo-Saxon的那個樣子的人的話 會有一點這種 優越嗎 因為我以前是在比利時嘛 那比利時的環境 比利時 荷蘭 英國 法國 他們都這種人 都這種長相 他那種優越感的話 是他不會表現出來 但是你可以感覺的出來 所以說張宇菲這種的話 你應該講話講說 我跟潘展樂 我們要好好努力 讓他們習慣 習慣了就好了 我坦白講 這個種族歧視是不應該存在的 我們不但要有這個 黃種人突破 白種人的限制 我希望的話 將來在田徑場上的話 黃種人也要突破 黑種人的限制 而且這種突破 也馬上就要發生了 搞不好 這幾天就要發生了 這種突破 因為我們非常期待 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說 我們從小都被教育的 就是說反正要以公平來對待 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嘛 對不對 大家都心裡有這種感覺 那這個奧運的場合當中 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就應該出現一個 彼此相親相愛 相互珍惜的這種現象 那這個運動的比賽 是一個過程 我們重視的是過程 而不是結果 更不要說拿結果來說這個事情 而且講的是 毫無緣由的事情 如果按照這種角度來講的話 你大陸經營 因為連奧委會自己人都講說 我 因為有很多記載講說 那中國怎麼一直在打破紀錄 這種是簡直不可思議的紀錄 對我認為 我承認 我承認潘載樂的紀錄 的確是不可思議 我當天的話 一看到我簡直嚇一跳了 因為一百公尺的自由市的話 等於是一百公尺的賽跑 要打破紀錄 那很難 除了波爾頓那種等級的人的話 很難打破 但是就是打破了 打破了錢的話 潘載樂當時講說 還不要再訪問了 我要馬上去要檢了 過時時間的話就要檢 反正這個奧委會都覺得看不下 就講說 中國對本身 已經經歷過了最多次的檢驗 你還要怎麼樣 你自己說嘛 你要怎麼樣 你真的還要怎麼樣 因為中國大陸已經被你驗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最了不起的一件事 是大陸的政府到目前為止 沒有聽過任何的報告 像我都有點氣了 網民都氣憤 網民都很氣對不對 但大陸政府的話 完全沒有表達意見 就是真金不怕火煉了 對 但是中國人以前都這樣 我們真金不怕火煉 但是有的時候也要適時的 學美國啦 美國如果真的被這樣驗的話 你覺得他們不會抗議嗎 你覺得他們不會呢 去做一些相關的一些抵制嗎 那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這個影響力 真的是蠻大的 譬如說美國現在 還有一些議員 說我們要來扣留 每年向世界反興奮制組織 挖打 他每年 美國會支付他300多萬元的美元 我們要停止這個啊 為什麼你每次 對中國大陸怎麼都沒驗出來 這個意思嗎 然後呢 其實國際奧爾會也宣布 如果你美國不尊重 這個挖打的最高的權威 你可能會剝奪 被剝奪 在鹽湖成2034年冬季奧運的主辦選 因為你代表不公正嘛 那紐約時報最近也公布了 這篇報導 也引發大家踏法 他說中國人 中國以受污染漢堡為由 在興奮劑的爭端當中 為游泳的運動員 洗脫罪名的這樣的一個報導 引發討論說 人家就已經證實說 當時的這個有興奮劑 被驗出來很微量的 這就是一個呢 受污染的漢堡 結果你現在就說 哎呀你用這個理由 幫你脫罪 我覺得這裡頭啊 就是凸顯一個 非常深刻的一個問題 就是美國的單邊主義 已經搞過頭了 那這一次的話呢 就是 我不願意講這個話 不過實際上就說 美國有點不要臉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那個議員本身呢 就是用的很荒唐的方法 來建立什麼 重新建立對蛙打的信心 還搞成一個法案了 然後他威脅的手段是 300萬美金 那因為那個 奧運會本身來講的話 他是一個國際的執法單位 就像聯合國一樣 聯合國的話呢 他本身有義務 不要偏袒任何一國 對不對 除非的話呢 你現在這樣子的搞法的話 實際上你所作所為 大家看得很明白 美國的單邊主義是搞過頭了 而且這種搞過頭的話 基本上也是希望大家要承認 但是他背後的目的 卻很可怕 就是說是 我得牌的時候是應該的 你得牌的話呢 就是作弊的 如果那還得了 這個基本上的話 他含義當中包含了 你這種人種就不應該得牌 那是什麼意思 你講的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這是看不起中國人嗎 看不起華人嗎 難怪會讓華人 非常的氣憤 你是看不起嗎 你是在種族歧視嗎 另外再來看到這一次 中國大陸 這個他們的這個隊伍呢 很多是零零後 然後呢 這個中國大陸用詞叫水零零 就非常焦氣的零零後 開始抗試了環球時報的社評 說用奧運精神經驗了巴黎 這次呢 非常多都是零零後的 包括了滑板運動員11歲 拿下奧運手金的射擊選手 以及呢 我們剛才介紹了潘展樂 還有呢 全紅蟬都是如此 然後呢 前十三金有前十 有十個 都是零零後取得的 另外呢 我們要介紹誰 中國隊的選手鄭清文 他為中國的網球 奪得首枚 奧運女子單打的金牌 這給所有的中國人 所有的華人 能夠有一個種子 我們小朋友都會想 我們可以征服新城大海 因為中國大陸可以征服新城大海 我們現在也可以在奧運的殿堂呢 拿下了網球 這以前都是歐美在獨霸的 對 我覺得這個鄭清文這枚金牌的話 它的意義非凡 因為大家要了解 就是說這個網球本身是 從英國開始 而且有四大滿貫 所謂的大滿貫就是 在紐約 在巴黎 在倫敦 在墨爾本什麼 基本上都是感覺上 就是說是最高級的區域 這是個非常高級的運動 都是歐洲的 大概是比馬球稍微低的 一般人講他看的時候 都是穿著漂漂亮亮 整整齊齊在看嘛 就從溫布登開始 一直到了這個 到巴黎 到紐約什麼的 那但是呢 我覺得呢 中國人能夠在這個項目中 突出來拿到金牌的話 那當然這個鄭清文自己的 努力沒有話講 而且同時有一件事情就是 這是繼里納之後 那當然是二三十年前的時候 這個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這裡面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 奧運賽拿到金牌 可能錢不是最多 但是他會冉冉的升起國旗 演奏起你的國歌 我這已經聽了好幾遍的 葉永斌進行曲 我覺得真的是 聽到的時候感覺非常感動 為什麼呢 因為在奧運的拼搏的話 是為了國家 潘德爾講這句話 對我個人來講的話 破了一個紀錄套 因為我還小 還不到二十歲 今天他剛好今天第二塊金牌 他二十歲 剛好二十歲 也就這樣 但是他說對我個人來講的話 意義不大 但對國家意義非常大 因為什麼呢 因為他升起國旗 升起國歌 那講的話大家會非常感動 對不對 因為你可以在大家 中國科技之下看到 你的這個國旗跟國歌的話 這個榮譽上來講 所以大家不可能不重視奧運 既然這麼重視的情況下 曾慶文又能夠得到這一塊 旺球的金牌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也真的要由衷的恭喜他 真的要由衷恭喜他 因為真的是創造了歷史 但是西方是不是心態也崩了呢 因為央視主持人說 鄭新文奪冠之後 亞軍跟季軍拒絕接受 中國的媒體的採訪 這個心態怎麼了 我覺得這個目前為止 說實在話 咱們中國目前為止 在整個發展的過程中 只差一個話語權 所以說我們這個節目 要好好的努力 要讓這個中國本身的話語權 要能夠真正的傳播到 每一個公正的耳朵裡頭去 因為實際上這個奧運的話 我們剛剛講的一大堆情況 就是說整個國際的環境 對中國不公平 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是 加上話語權 這個話語權會使得 這個不公平的現象擴大 對不對 那你現在的話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只要跟中國扯上關係的話 都是代表負面的話 那這種想法的話 那其他曾慶文得到了金牌 剩下的話 他不願意接受採訪 為什麼不願意接受採訪呢 一個是就是說 好像有一點看不清的味道 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也質疑你本身來講 為什麼有這種突破 我就說再強調一遍 這個其實也就是走足其次的一部分 我們應該要好好的讓他們習慣 以後中國人就會在 國際賽事場合中 爭金奪贏 對 是要讓他們習慣 這個以前看不到 華人的身影 但是現在呢 泳池不是你昂薩的天下 網球也不是你這個歐美的天下 很多領域都是有可能是 華人會有呢 展露頭角的機會 所以鄭新文說 大家好 我現在同意大家叫我女王了 另外再來看到呢 四大滿冠也是祝賀他 還有呢 為什麼很多華人很開心是 因為他是2011年之後呢 李娜在這邊 得大滿冠的冠軍之後 來看到2024年 鄭新文就達到了這個 奧運單打的金牌 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 給了很多孩子的網球夢 然後呢 接下來也會進入鄭新文時代 因為呢 他可是滿滿的帶貨能力 商業價值可高 你知道嗎 其實網球運動 23%的參與人 來自中國大陸啊 然後呢 中國大陸網球 總人口近2000萬人 世界排名第二 然後呢 副比試雜誌公佈的 2023年女運動員收入榜當中 鄭新文是15名 谷愛琳是第二名 那當然李娜 這個下一個就是鄭新文了 對 我這個覺得是可以了解 但是我覺得說 大陸的資本操作的話呢 當然 因為你平常在大陸玩呢 不管走進電梯啊 或是桌上什麼 什麼地鐵 都會看到他們這個代言的產品 對 我對於這個現象 我認為這是商業化的整個過程 資本上的運作的話呢 是正常了 大家平常心的對待 這是一個名人效應嘛 但是我相信 原來的話呢 就是谷愛琳一個人表現過於突出 到處都看到他的照片 對 有的時候 周杰倫唱歌唱得好 到處看到他的照片 都是他的歌 但是我希望的話呢 遍地開花啦 我就希望多一點的 鄭新文 你可以想像到嘛 像全紅禪啊 陳玉熙啊 潘展樂啊 什麼的 然後鄭新文什麼 他們的照片的話 就如雨後春水一般出現 我覺得這個人感覺的話呢 讓人家會覺得說 要爭的話 就在世界上爭氣嘛 感覺上的話 這些都是中國人的精英啦 佼佼者啦 這是非常重要 對於我們來講的話 我是樂觀其成的 對 樂觀其成 那這一次呢 中國大陸奧運 為什麼贏得全世界很多的關注 因為呢 不只是有新秀 也有老將嘛 譬如說呢 樊正東 他呢其實又得了 你看金牌 所以引發大家好的好評 尤其呢 他在贏的時候呢 其實球拍放在外面 就丟出來 結果他的教練呢 因此呢 還趕快把他撿起來 甚至還把他抱起來 網友就開始說呢 哎呀 他的教練 是不是以後下一次要舉辦的事呢 去參加這個舉重了呢 因為我們知道 樊正東比較壯一點點 好 那中國大陸女排呢 他一開始就把呢 美國給打趴了 那接著呢 要來拼更好的成績 那更別說 引發很多 中國大陸網友討論是這一個 8月2號的時候呢 男子200公尺 個人混合勇的頒獎典禮之後呢 汪旋的教練 朱駿根老師呢 他其實跟了這個法國的這個 第一名嘛 馬爾尚呢 要打招呼 但是他沒有看到 那是不是無事呢 但是後來呢 好在看到呢 馬爾尚他其實有登門去盜竊 然後也做一些解釋 然後雙方也送了禮物啊 比如說巴黎的這個吉祥物啦 中國大陸也給了熊貓的玩偶 其實這就是禮尚往來 這就是奧運精神 我覺得這裡頭講的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也不要太敏感了 也不要說是把人家一些 疏忽的事情解釋成為惡意了 潘展樂他也說過嘛 他說但是他講法非常特別 對 他說在比賽之前的時候 我們有那個混合的逝世的時候 Charmes根本理都不理他 然後另外講到其他人的話 美國跟澳洲 事後我看到他們得獎牌的時候 他們要包在一起 非常高興的在一起照相 那我覺得馬爾尚這個舉動的話 如果說是按照我們中國人的理解的話 他事後已經譬如說大家和蔼的照相了 我覺得這個事情得過錢 這個事情真的就過了 對 千萬不要太在意 因為實際上的話 我們中國交朋友都來不及了 對 千萬勝不交敗不內 對不對 要注意這個事情 對 要注意這個事情 那這也是這個奧運的精神 尤其是你看到奧運就應該是 讓這個選手發光發熱的地方 不希望有過多的政治的一個操作在裡面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ule Your Care 嗨